根据过去15年来的统计 台股在这段期间之内上涨几率高达了7成 虽然今年有美股超级财报州跟外资动向等多空考验 但是由于丙种金主结账卖压 将在下半周陆续告一个段落 市场专家认为 封关日前的红包行情渴望倒吃甘蔗 根据统计台股从1999年以来 在封关日之前五个交易日 除了因为总统大选的不确定因素 以及金融海啸后遗症等年度之外 市场对于报股过年的抢红包行情意愿都颇高 这段期间台股上涨几率高达73% 而封关当天的走势上涨几率更是高达100% 至于新春开红盘日与接下来五个交易日 上涨的几率也有73%与67% 封关前五个交易日 涨幅前三名的类股分别是金融、银剑、纺织 台基电上周法术会报喜 本周有大立光、F立峰、联电、华邦店、新唐等五家上市公司 接续召开法说会 之中股王大立光法说会最受到法人关注 大立光上周五股价大涨占回1200元 上周涨幅达到5.22% 三大法人买超1053张 主要是来自外资的加码 它都是相对保守 只要是它稍微有一些乐观的预期 其实大概是会借起法人的一些兴趣 另外美股本周将会聚焦科技业财报 包含IBM、eBay、超维、德宜、微软等 将公布上一季财报的业绩 以及本季营运展望 上周英特尔季报透露出PC市场持续疲弱 使得本周PC作业系统大厂微软的季报 更受到关注 市场分析师预期 微软有电玩主机Xbox One的加持 或许将会端出不会让市场失望的季报 而这些美股重量级科技股的财报 都将牵动台股相关供应链 本周的表现 东三新闻综合报道